你覺得大學畢業生起薪要多少才合理 大概兩萬八吧 大概三萬塊上下左右吧 民眾雖然各有看法 不過根據最新資料顯示 細進員廠台聖科大學畢業新鮮人 就開出起薪高達43K 哇 真是現上一堆人 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 資料顯示台聖科高中學歷以下的 新進員工平均月薪達34K 大學畢業生有43K 碩士級以上有45K 是目前已揭露新進員工起薪中 最高的企業 不過台聖科人資主管表示 薪資的呈現並非是起薪 而是全新的水準 也就是包含所有的津貼 績效獎金等等 今年或是明年 數場以前緊張 各位看好 也許就是看好未來景氣發展 另外像是紅城建設 高中以下也有34K 大學畢業生有40K 如果公司有成長的空間 那我覺得給到四萬多塊錢 去訓練一個大學畢業生 是一個好的 看個人的人力 不是說開4萬塊 任何人都可以領得到這4萬塊 自願公布的大學畢業生 平均起薪還有像是厚生 30K 真頂KY 36K 大工36.3K 雅電37K 另外受到關注的還有他 台灣年輕人很Smart 22K的起薪等等 講實在話 這是太低了 亞尼董事長徐旭東 曾經對鏡頭說22K太低了 亞尼現在也公布大學畢業生 平均起薪就有37K 我們非常珍視這個人才 那尤其是新鮮人 他是一個等於社會上的心血 我們希望他進到公司之後 可以很穩定的在公司發展 看來企業除了公積效 也要拼薪資水準 才能留人才 東森財經新聞張宣劉劉子騰綜合報導 elsewhere 치보다你們不思編 也有所欠壞一點 會受到民主委